您别看三七现在的名气很大啊 不过它入药的历史并不太长 三七呢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一书上的记载 是鉴于明代的杨清守的叫 《先传外科秘方》 距今630多年 三七啊和一些动则就上千年历史的这个重要比起来 确实是小兄弟 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当中 有关于三七的这个记载 说他是味儿微干而苦 颇似人身之味 到了民国初期著名的一家张希纯 也特别喜欢用三七 把三七排到了明耀的队伍里 热门的三七有不能用的人群 紧接着咱在说这个三部当中的第二部 不该用三七的这个人群 那这是不是就是刚才谷老师跟我们说的 这个三七啊被滥用了 就是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用三七 那他们呢是这么认为的 学爱好了学址好了 吃点三七一房一家 我现在就三高了 我吃点三七粉就降下来 我的那些老哥们们全都吃三七 现在我也三高了 我是不是也得吃点三七啊 这里啊确实有的人不应该用三七 这三七啊有点被滥用了 看一个地方就能看明白 对啊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看舌下吧 中学一位叫聪明糊涂心的朋友说 要说舌下轻子的话那不就是血淤吗 你把这舌尖顶到上下膛子 顶到上 看一看舌头底下的那个两个静脉 有的一般的人的两个静脉呢 有细细的两个静脉 没关系 如果这两条静脉出大黑 舌下落脉于取 您看我们有很多这个三高的这个朋友啊 正用三七的 我们把这个照片都拍下来了 您给看看给断断 这些人呢 这舌下是有青子的 这些人呢 舌下是没有青子的 肯定是青子的人要用 就是没有舌下青子 即使三高也其实不用吃这个三七 如果舌下没有青子的 那就得通过其他的症候表现来判定 是不是有血瘀的情况 应不应该用三七 那这个血瘀的情况咱怎么看呢 肤色暗黑发暗的人 这个人呢 皮肤容易青子 磕了一磕一碰 就容易青子的 这个人呢 一般的有一些疼痛 而这个疼痛是固定不移 痛如追刺的 就是有些疼痛 有的是疼啊 串着疼 那不是 有的地方要是疼一个地方 就这一个地方疼 就像针扎的似的 你不能碰碰完以后更疼 心脏功能不好呢 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慌 一系列的表现 这是属于血瘀的情况 叫孤单一人的网友 有点质疑了 他就说 血瘀直接的后果 不就是三高吗 终于认为啊 血液在体内不正常的流淌 就叫血瘀状态 流淌的慢了 这也叫血瘀 三高啊 这是西医讲的 那个血脂血压血糖 这个可能要是都偏高 属于血瘀的类型 可以用三七 属于什么 痰椎内组的 用三七没有用啊 含血凝制的 对用三七也没有用啊 所以说呢 还得辩证论治 也就是说血瘀可以引起三高 但不是说三高 最后都是血瘀 是这么样的 你太聪明了 那要是本身啊就没有血瘀的这个情况再去活血化瘀 这个有啥不好的 没有血瘀的情况 你硬要去活血 时间长了 这人疲乏无力 也就是说活血化瘀属于消法 消法 时间长了 人也会累的 人也要罚的 所以说时间长了 对体内环境也不好 三七虽好 但是不该用 也不能用的 大家伙都整明白了吗 反正我是整明白了啊 就是六个月内有过心脑血管出血的朋友呢 这个就是不能用的 嗯 还有啊 舌下没有青子 就是没有血瘀的朋友 不该用 不对症啊 嗯 哎 这就很好啊 嗯 嗯